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进入问题讨论,一的部分 第一题,请替害羞的志雄写一封浪漫又动人的约会 信邀约给最亲爱的春花 这封信必须要有150个字 其中必须包含以字拟形的技巧的句子至少无句 每一组写完之后,并且朗读后一一的指名出来 老师也给了同学预定的行程 就是早晨接送交通工资制定 然后到木扎动物园,午餐,餐厅细节自行发挥 下午喝下午茶,欣赏淡水的夕阳 然后温馨送春花返家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两组他们的回答的状况 第一组,唐先生组 这组同学提到的只要是以字拟形的部分 他都用跨虎来表明 好,第二组是光头老主 好,我们看下一题 请根据以下的情况按照会议字的原理来创造一个字 这个字请你当造字者 并且说明设计的概念 例如,这个门里面有一个火一个女 就是女生发火了在屋子里面 是因为太晚归 所以妈妈非常非常的生气 因此我们造了这个字 下面有五个例子 请每一组根据每一种的情节 创造一个用会议的理 会议的原理创造一个字 第一,在路上遇见来自不知哪一个国家的游客问路 但语言不通 第二,让你难以刮上电话的诈骗电话 第三,充满赶到教室上课 赫然发现今天放假 第四,在大马路上热情呼叫后 才发现认错了人 第五,参加大卫王比赛 只要吃掉最后一样食物 就可以获得高额奖金 但偏偏怎么样也吞不下去 好,这样我们也看两组同学 他们的创意用会议的原理来创造的这五个情节的字 好,第一组 吴彦祖 接下来我们看 腰力发电厂主 对这五个情境所创造的 用会议理论所创造的字 第三题 以下图中 是一个画名 各位你们猜到了吗 竹下的犬是一个什么字啊 哦,原来它是笑 就是竹下有犬就是笑 虽然未必真是造字的原则 但是很有趣吧 中国的名语有百分之七八十 都可以猜字的 所以各主请你们制作三个画名 并且请注意要限制哦 就是画面必须要合乎逻辑 好,请同学观看两组的画名 第一组 团团圆圆组 这三幅画 你猜出来了它是什么字吗 谜底就在图画之下 好,下一组 这两幅画 这两幅画 左边的这两幅画 你猜出来它是 它是在画什么字吗 第一幅 他们画的是枯 第二幅画的是雪 解释 解释都在右半部 第三幅画名 女生在家中 欢喜快乐的样子 只有同学原来是画的安 好,各位同学 你们觉得这几个题目很有趣吧 欢迎你们 也期盼你们自己来动手动脑做做看 好,再见了 感谢观看